就是第三课 第三课我们的重点是要介绍一个新的物件格式 就是阵列 我们之前的两节课我们都是用向量做事情 就是变速成的物件在做事情 可是实际上就是大部分我们如果说现在想要分析什么资料 那我们可能拿到大概都会是用Excel的方式去记录的Data 那这种Excel方式记录的Data它其实是一个资料表 那它是属于阵列的这种格式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做很完整的介绍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阵列层 其实大概比较主要的两个物件是Matrix跟Data Frame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阵列层包括是变速成还有阵列层 它其实都还有很多我没有介绍到的物件 只是我介绍到的大概都占90%到95%使用的范围这样子 那实际上Array里面还会有一个东西叫Array 然后变速成里面就更复杂了变速可能一两百种 但是其实剩下的有很多很少用 用到的时候再来注意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Matrix跟Data Frame有什么不一样 好这个Matrix它要求每个物件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单一种类 就要说可以全部都是Logical也可以全部是Integer也可以全部是Numerical 好依此类推 注意件事情哦 这个所以说这个Matrix它其实就是二维的向量 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它其实跟向量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可是Data Frame它就允许每一个栏位每一个column有不同的属性 也就是说你的第一个column可以是个整数 第二个column可以是个文字 第三个column可以是音子 这个其实Data Frame是可以允许的 所以这两个结构它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我们问一下 大概你可以想象吧 就是Data Frame它是大于Matrix 也就是说它的大于等于Matrix 就是你可以把Data Frame很轻松的转成Matrix 可是Matrix转成Data Frame的时候资讯会损失 因为它可能全部都转成文字或者是全部都转成什么之类的 但是是可以转过去但转不太回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Matrix 这个函数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核心函数 因为你如果 不然你没有帮它产生这个物件 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这几行 好第一行 第一行要不要我介绍 第一行应该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把1到20丢到X1 好这个之后我会越来越少介绍这种 这种就是 我会越来越少介绍这么简单的一个语法 但是你应该要有概念 就是1到20变成X1 好接着这一行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一行结构是什么 我们重新去理解Matrix 这是一个函数 然后 括号 括号里面有三个参数 哪三个参数 X1 Number of Row等于4 Number of Column等于5 所以这是代表 你大概用猜的你都可以猜出 这个函数 丢进去的东西是讲什么 我们把1到20填到 一个4乘5的矩阵里面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填的 M1 好来 全部输出 好M1 好他这样依序填完 4乘5的一个矩阵嘛 对不对 好 但是他是这样填 对不对 注意他的填法 他是这样填 可不可以这样填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你这里要有个ByRaw ByRaw等于2的话 他就会这样填了 好那你会说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说有 有这个 有这个参数 好你可能要 就是 你可以打Help 这个我之后也会教啦 好不好就是 我只是现在临时 看到我想说 这里 这里还有其他 其他参数 这样可以 好所以 但是 但是 我们原则上 这里也先不用管他啦 因为 就是 反正Matrix这个函数 大概 平常很少去查他的参数 后面会有一些 后面会有一些 这个 语法 他的参数就蛮多 然后变化蛮多 那个就一定要用Help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 这是数值嘛 这个很明显是数值 如果我们今天把一个东西改成因子 好 就像说这个X2 这X2它显然是一个Factor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们如果把Factor 转成矩阵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变文字了 有这个符号就是文字 有参理号就是文字 所以说因子 有没有因子矩阵 没有 我是故意在这边 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好这样可以 好 那 你不用特别去记 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啦 因为反正 这个就是 诶 反正 就是 呃 到时候 你不知道 它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就问它 你就把它print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 矩阵这个T啊 solve 这些也算是 呃 这些不算是核心函数 因为它没有那么常用 T算是啦 solve不太算 T是一定要常常记的哦 T是什么 T是转至矩阵 什么叫转至矩阵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有大矩阵叫X 这个X是1234 你要怎么转至呢 你可以用T这个函数 把它转过来 好 那它是不是 以45度角为 就是以这个 就是中间这个45度角为这个 基准 然后它就是 这个转至 这样子可以齁 好 转至矩阵 了解了以后 那我们来看solve solve是求矩阵的 反矩阵 反矩阵的定义是什么啊 有没有人要讲一下 来来来 来来来 请讲 等于单位矩阵 好来来来 那个 就给它加个0.5分好不好 好那 很好哦 所以说 你已经知道 反矩阵 反矩阵跟转至矩阵 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哦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刚刚说 两个矩阵相乘 等于单位矩阵 那要怎么样做矩阵乘法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符号 来做矩阵乘法 我们来看一下哦 如果今天你的X 你要 你现在X长这样嘛 X percent 乘percent solve X 诶 看到了吧 它成为单位矩阵了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承看看啊 你应该是会做矩阵乘法的 蛤 摇头 不会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矩阵乘法 你X要乘于solveX 对不对 第一个矩阵 出它的这个 就是 出它的RAW 第二个矩阵出它的Column 好 这个 1 13 跟-21 去做一个组合 这样懂我意思吧 13跟-21去做一个组合 那13跟-21 这两个是两串向量嘛 对不对 这两串向量 内积 内积就是 先 相乘 然后再累加起来 可以吧 所以-2 -2 -1 是多少 -2 1乘以3 3 2相加1 就把它丢在这里 注意哦 这个 这个 新的相乘起来的矩阵 RAW 这个 这个数字代表是 第一个矩阵的RAW 加上第二个矩阵的Column 第一个矩阵的RAW 第一个就是 呃 第一个矩阵的第一个RAW 加上第二个矩阵的第二个Column 在这里 第一个矩阵的第一个RAW 13 和第二个矩阵的第二个Column 在这里 1.5-0.5 好我们来乘一下 1.5乘上1 1.5 对不对 好3 乘以-0.5 也是-1.5 所以乘起来是0 好这样可以接受吧 我这样对大家复习矩阵的乘法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可以接受啦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还有矩阵的乘法 可以这样看啊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Y 是25 好Y是25 那我们Y X乘以Y X乘以Y 好我们来看一下乘起来是不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16 16是怎么出来的 来 第一个矩阵的第二个RAW 乘上第二个矩阵的第一个Column 好 第一个矩阵X X在哪里 2.4 对吧 第一个RAW 2.4 乘上第二个矩阵的Column 2.3 所以2 2乘2 4嘛 4乘3 12 加起来16 好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矩阵的乘法 矩阵的乘法 矩阵的乘法你们可以接受吗 矩阵不见得要方阵才能相乘喔 我这边再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X矩阵是1到6 然后我们的Y矩阵 我们的Y矩阵等于Matrix 好我们这边2到7好了 2到7 NRAW等于3 NColumn等于2 我们再看一次XY XY 他们分裂讲这样喔 那这样子X是不是可以去乘与Y矩阵 X%乘%Y矩阵 为什么因为它的第一个 它这个RAW跟这个Column 它们两个是 数目是对的嘛 对不对 它们是可以乘起来的喔 这样可以接受齁 所以一个 矩阵的乘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啊 我们这边等于是简单的一个数学复习 一个A乘以B的矩阵 可以乘以一个B乘以C的矩阵 但是 它们的这个B是要相等的 这样可以接受吧 不然它向量没法内积 矩阵的乘法 这是矩阵的乘法的就是必须条件 好你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节课齁齁 我们对数学没有什么太大的深入研究 就是深究啦 所以说那个矩阵的乘法齁 你学不起来就算了不重要 没有就是 没有特别 就是不是特别重的功能 好 那如果说 你上的是那个礼拜四 礼拜四我看这边好像重复的比例也没有那么高啦 礼拜四的课 基地学习起里矩阵法 我们就会教矩阵啊 那个矩阵的存法就非常重要了 好 但没关系 我们就我们不管 好那如果我们直接用箱程翼 直接用箱程 直接用箱程 我们来看一下X可以乘以yey 好不行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X跟你 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可以接受啊 如果我們先把TX TX它們兩個形狀是不是一樣了 它們兩個形狀一樣 它們兩個形狀一樣之後 現在我們可不可以這樣乘 可以但是是按元素相乘 注意如果你兩個矩陣 形狀一樣 然後你不用%乘% 你直接用乘的話 那是按元素相乘 就每個元素分別的乘起來這樣而已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對啊你看 2×1 5×2 這樣可以接受吧 按元素相乘跟矩陣乘法 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 這個簡單的數學 我只是教你們怎麼算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總是 阿遠要做一個計算機 總是也可以算矩陣 好這樣可以吧 再來這些也是核心函數 這會非常常用到 為什麼 因為假設你現在讀了一筆 你現在矩陣自己產生的 N-Raw跟N-column你當然會知道 可是假設你是讀資料進來 那這個N-Raw跟N-column你就不肯知道了 對不對 那你要 這個N-Raw跟N-column 就是一個矩陣的基本屬性阿 你總要知道你現在讀進來的 Data有多少Sample吧 然後有幾個變數吧 那你是不是要N-Raw跟N-column來回答你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齁 好所以說阿我們來看一下 欸矩陣你可不可以用Lens 可以可是你得到的是總元素 總元素的數目 你可不可以用N-Raw 你可不可以用N-Raw跟N-column N-Raw 好N-column 可以接受齁 好那我們繼續齁 所以來我們今天 教了幾個核心函數來 我們來回MATRIX MATRIX T T很重要喔 MATRIX T N-Raw N-column 這邊都是在做阿Solve沒有那麼重要 Solve可以忘記沒關係 但是 我說的可以忘記你們也不可能忘記 我說的可以忘記是 你們之後在解後面的題目的時候 Solve是可以 可以不用去想Solve的 這樣可以吧 但是 MATRIX N-Raw N-column 還有這個T 這都是會很常用到的 好可以接受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有一些 有一些函數 Raw Names跟Column 這個齁 說重要沒有特別重要 這個沒有特別重要 但是也可以記一下 好是什麼呢 我想要給我的矩陣 我們現在 現在的矩陣 你看我們的M1 他現在的矩陣是不是 他現在的矩陣是不是 在這裡就是Raw Names 這裡就是Column 他現在沒有Raw Names 也沒有Column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們可以指定 Raw Names M1 等於 C A B C D 這 這一堂是什麼意思 我把 A B C D 四個文字 為什麼是文字 因為我給雙引號 對不對 然後把它打包起來 用C這個函數 combine起來 所以這是一串 四個 長度為四的文字向量 對不對 把它傳到左邊 左邊是什麼咧 M1的Raw Names M1剛好有 四個位置可以給我填 對不對 我現在傳完之後 你看M1 這裡是不是被我改成了A B C D 這樣可以了解 那我如果直接 看M1的Raw Names 也可以看到A B C D 可是現在我Color Names還沒傳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Color Names 現在是NUN 那我可不可以傳Color Names 也可以 傳完之後我的矩陣就變這樣了 好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矩陣 它是可以有 Raw Names跟Color Names兩個屬性的 這個類似於你的Factor的Level Factor這個東西的Level 這樣通過意思齁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來我們接著 我們可以透過鎖影 把這個物件把它 把我們想要的東西把它叫出來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可以來這邊 矩陣的鎖影 鎖影都是用中括號喔 在阿圓裡面鎖影都是用中括號 那矩陣因為它有二維 所以我必須要用斗點去區分 好 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or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現在來第三個Raw 第五個Color 然後第三個Raw 第五個Color 這樣Enter下去之前 你應該可以猜出來 第三個Raw 第五個Color 所以我應該report19出來 對不對 好 沒錯 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矩陣很特別齁 來矩陣 我可不可以只打3 不打5 那代表我只有選Raw 沒有選Color 對不對 這樣出來是什麼勒 全部都出來了 第三個Raw 全部都沒有弄出來了 我可不可以 只選Color 不選Raw 2 可以 好我甚至可以做這件事情喔 C2 5 這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這裡 這是一個向量 這是一個向量喔 是2跟5合在一起對不對 那我現在放在矩陣的所語裡面 在這裡意思就是我要第2跟第5個像 第5個Color 欸他一起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矩陣能不能用負索引呢 好 負1 可以 第一個Color不要捨去 也可以用負索引喔 兩個方向都可以 負索引還記得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東西不要 負索引就是什麼東西不要嘛 可以接受齁 好 向量的時候我們做到 所以矩陣的鎖引啊 跟這個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個就是 向量的鎖引 它非常像 只是中間加了一個斗點 因為它是二維的嘛 可以接受齁 好 那 矩陣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 因為它有名字嘛 所以我們可以有 欸我們可不可以選A 可以 可不可以選B 可以 可不可以選 那這邊選大B 欸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齁 就是你也可以用文字去鎖引 好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 我們 這些大概都是一些簡單的範例啊 那 它nance可以 不見得一次要改就要改全部 我可以只改 我可以只改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這樣 這些簡單的用法我們都可以了解了吧 好 那 呃 我們來 我們把簡單的這些用法 用好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重點啊 我們要交DataFrame啊 好 注意 我們現在的M1 是不是 還沒有名字 它是不是 沒有Rawenance也沒有Carnance 現在都沒有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 當我們把它轉成DataFrame之後 欸 它是不是 Rawenance跟Carnance都自動出來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DataFrame 一定要有Rawenance跟Carnance 如果你不給的話 如果你不給的話 它就會自動產生 這樣可以了解齁 可是你 那如果 你可不可以先給定M1的Rawenance Carnance 然後再把它繼承 這是可以的喔 這樣 懂我意思喔 我 換句話說我的意思 就是 DataFrame 一定要有Rawenance跟Carnance 那如果你強迫一個沒有Rawenance跟Carnance的東西給它 那它就 自然而然 它會自動帶入一些Default的Rawenance跟Carnance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 那這樣子DataFrame 你現在把一個矩陣轉成DataFrame 這個DataFrame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現在完全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這個DataFrame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對不對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DataFrame特別的地方喔 DataFrame特別的地方在 我不只可以把矩陣合在一起 我可以 它第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我可以允許有不同的 這個 就是 我可以允許有不同屬性的Column 對不對 那我現在來做 我現在來給大家看喔 我們現在首先有一個 A A這個 A這個項量是Logical 這個是一個Logical嘛 對不對 來B B是Numeric 然後C C C C是這個Factor 好這樣可以接受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直接 把 這三個項量丟進DataFrame A B C DataFrame是不是很像 C這個函數 C這個函數 是把很多不同元素組合成一個項量嘛 對不對 DataFrame是不是C的上階函數 DataFrame是個核心函數喔 注意這件事情 它可以把很多個項量 整合成同一個DataFrame 好看到了吧 它每個是不一樣的 好這個時候 來注意喔 這個時候如果DataFrame 我來叫出 好我一樣喔 鎖引它嘛對不對 第一個 欸你看它是不是也都不一樣 第二個 這是True跟False吧 來這是C 再看C 欸 抱歉抱歉 這個應該是 這個 就是3 欸你看它還保留 因子向量的特性對不對 了解我意思吧 這個DataFrame 不會把原來的屬性給洗掉喔 它還保留那個因子的特性喔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啊 這個你如果問它class的話 欸 它還會保留原來的屬性啊 你問它class 所以DataFrame很重要 DataFrame甚至還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有個很特別的東西喔 就是 就是 DataFrame可以 呃就是 它可以拿來加新的 Variable 可是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先交一個新的鎖引符號 就是DataFrame可以用 前號來進行鎖引 你現在這樣打前號 它就會出現ABC 這樣去 因為它發現DataFrame裡面有 ABC 三個Variable 好我們打B 好這樣可以出來 這個鎖引是跟前面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齁 就是這兩個鎖引方式我已經教過了 好 DataFrame最厲害的地方是啊 來你看齁 DataFrame現在是沒有第一這個變數的對不對 可是啊 我可以強迫DataFrame增加一個Variable 進去 讓這個DataFrame 直接增加一個新的Column 這個是Metrics做不到的事情喔 DataFrame可以做到 但Metrics做不到 這樣可以吧 那 你不只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你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像說 1 好這樣的Data 它一樣會出現第五個Column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所以 DataFrame可以允許我們用各種鎖引方式去增加我們的 這個 增加我們的這個就是 Column 好 你看我們今天剛剛到DataFrame為止 我們大概教了五六個核心函數對不對 大概六個 六個核心函數了 好 設 這個 RBine跟CBine的第七個第八個 第七個第八個核心函數喔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覺得今天突然教很多 不要太害怕 總共 我們說了總共就不到二十個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 呃 但是這些東西可以做任何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函數也非常重要 它是 矩陣板的 矩陣板的合併 因為 向量你要合併 你就是用C這個函數就可以合併了嘛 對不對 你想要合併 多個元素 甚至多個 向量 你用C就可以直接合併了 可是在合併 矩陣的時候 你 得總要告訴它你是從R 你是用R 來Combine還是Column來Combine 對不對 往下貼還是往右邊貼 這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RBine的跟CBine的 它的意思是什麼 來 你現在有兩個矩陣 你RBine的就是直接把它往下貼 因為RBine R的意思是R CBine呢 Column的意思 ColumnBine ColumnCombin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說 這些函數 這個RBine跟CBine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函數 那 來 如何擴充向量 這個 就是我們 可以用C這個函數 對不對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喔 向量的合併是用C C XY 你可以把這兩個向量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交過了不要忘 不然你後面會想不出來 我們要怎麼做事情 好 如果你這件事情也想完了之後 我們終於可以進入我們的練習題 啦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 現在是一個驗收的時刻到了 請你產生九九成法表 好 比較直覺的做法 是用 雙層回圈 把九九成法表做出來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先產生一個矩陣 對不對 這個矩陣裡面填什麼數字 啊不重要 先亂填通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接著 你就 雙層回圈 按照鎖引 使用正確的鎖引值 一個一個把它填完 雙層回圈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想到 好另外 你有沒有辦法 不依靠雙層回圈 產生九九成法表 這個比較難想 好那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把這個題目做出來啦 好我們就是 我這一題喔 就是 你們遇到的一些困難啦 對不對 那我 主要齁 我想要跟你們講的是 你們首先你們要先產生一個矩陣嘛 就是不然你沒有辦法填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啊 那 你現在矩陣的 就是你要填什麼數字 呃一般 你可以先填0就好了 nraw 等於9 ncolum 等於9 好注意喔 這是起手式喔 起手式這樣完了之後 現在的矩陣裡面全部都填0嘛 我們要一個一個數字把它填進去 這樣可以嗎 啊大家跟著我的方法做喔 我知道有些人做出來了 可是我希望我們 我們可以這樣子 你 你一定知道 欸你可以 11等於1嘛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x是不是填進去了 是不是這裡是1 這樣可以接受齁 來再來12 12多少 2嘛 好這樣可以吧12 這裡是不是被我填到2了 好13呢 3 4 5 3 4 5 好我們貼到9好不好 來 6 7 8 9 6 7 8 9 好 我這樣子的話 我的x 我的x是不是1 2 3 4 5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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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1 10 10 啊 如果你這樣做苦弓下去 你一定是有機會可以做完的啦 對不對 可是接著我們要包回圈嘛 對不對 我們要包回圈 我們要怎麼包咧 來我給大家看回圈的語法 4 小括號大括號 大家可能忘記回圈是這樣包了 然後可能有個變數嘛 可能i in 然後可能1到9 你回圈要這樣包 才可以包好嗎 那我教你們包一層回圈 這樣你們可能就會做了來 i等於1 i等於1的話 你就把這邊改掉嘛 i的 好我們這邊寫1乘語好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 這樣可能會比較有概念 好接著 這一行是不是可以換成i等於2 是不是可以換成i等於3 這樣可以接受齁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這一行就可以包過來了 然後這些全部都不要了 了解我意思嗎 好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樣是不是123456789就被我填進去了 好我做一半給你們好不好 拜託大家都完成雙層回圈 不然後面的課會很困難 好如果你 可以做到這一步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1 你下一步要改的就是 這裡做完之後 下一個2的回圈要怎麼改 是不是在這裡改2 看著喔我們的X 好這樣是不是第二個RAW就填完了 那第三個RAW要填完要怎麼辦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就填完了 好是不是第三個RAW也填完了 好所以說你會發現 有變動的值是什麼 是不是在這裡 這兩個數是不是會變動 那一樣我們可以給一個 J等於1 那這裡是不是可以換J 可以接受吧 那接著咧 這裡是不是J等於2 J等於3 好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是不是很快 那你是不是J也可以包從J 4 J in 1 to9 然後把這一行把它放進來 這樣我們其實就完成了 好這是 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在這裡的 希望你學會的方式 好我知道有人不是用這種方式做出來的 但是我比較希望用這種方式 因為你之後 你之後你會大量運用這種方式去做 其他事情 好不好 雖然其他的方式 另外的方式比較有效率 好我們來看看 還有兩種做法 要怎麼樣把 99乘法表做出來 除了用回圈以外 我們第一個做法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簡單 但是 數學要很好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可以利用矩陣 乘法 好 x是現在1到9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變成 一個matrix好了 matrix 1到9 nraw 等於1 ncolum等於9 那我現在x是不是長這樣子 那我的t x 是不是就長這樣子 好 我如果這個矩陣乘以這個矩陣 你看喔 t x percent乘percent 然後 這個矩陣 欸這樣是不是久有乘法表出來 好 因為你的每一個 你的每一個raw 對應他的每個column 嘛 這樣可以吧 那你是不是久有乘法表做出來 這個做法數學要不錯啦 還有一種做法數學不用這麼好 可是一樣可以很有效率 把9的乘法表做出來 好 就是 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現在 x 長成這個樣子 欸 1 2 3 4 5 6 7 8 9 對吧 他是這樣排的 那我們再產生一個y矩陣 我剛剛不是有教 百若嗎 好 你的x矩陣長這樣 你的y矩陣長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你可以用按元素相乘這樣子 這樣乘起來是不是也是一樣 你就每一個元素相乘嘛 反正這裡 這裡就是乘個1 啊這裡1 2 3 4 6 啊這邊就是固定9 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這邊三種做法都可以做出9的乘法表 不過 比較鼓勵用雙重迴旋做出來 雖然他很麻煩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 下面這兩種齁 我也覺得 是大家可以思考啦 就是 有時候數學可以加速我們的運算 這個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今天 畢竟上來不是數學課 今天上來是程式課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程式最基本的邏輯 回圈 是必須要 必須要學會的 好那我們現在 來 教我們的 呃 這樣好了 我還是再給大家5分鐘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就因為有些人真的他們是沒有做出來 你們再做一次好不好 再給5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教 呃 怎麼去這個 讀取檔案了 好那首先你先下載檔案 下載檔案在這一頁 這裡 這裡你按下去以後 應該就可以下載了 好下載完了以後啊 你應該 就是 你應該 就是你應該先打開來看一下 它擋什麼樣子 按這裡喔 請按這裡下載等等要讀取的檔案 這裡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然後 欸 真的是很麻煩啊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我們把它全部展開來看好了 好大概就是某某時間點 然後 欸 它在什麼地方 啊 經緯度是多少 測到了什麼東西 好 這樣看得懂吧 好看懂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呃 我們到底要叫你做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資料讀進R裡面 那要怎麼讀勒 首先 你要先打開你的RStudio Project 我想你們都打開啦 只是我剛剛沒有打開 我打開來示範給你們看 欸怎麼那麼慢啊 真是受不了了 好 我跟大家講大家可以保持一個好習慣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開一個New Project 好在這邊開一個New Project 然後 呃 我們就打個叫TEST的好了 好打完TEST的之後 我們目標是要把剛剛那個檔案放到這裡 這樣才有辦法讀 你看 我現在是 那問題是這個 這個資料夾在哪裡咧 你可以 先打一串語法 叫GetWD 它會告訴我說 是在C槽的User 下面 這個通常是你的UserName 你的電腦 你可能叫什麼 XX之類的 之類的 什麼GME啊 什麼之類的 那Document就是我的文件嘛 然後在TEST裡面 所以其實 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文件裡面 的 這邊是不是有個TEST 欸 你是不是看到剛剛的玩意了 所以你如果把東西放到這個資料夾 你就在這裡看到它 好 那我們剛剛下載的地方在哪裡 在下載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它剪下 到我的文件TEST裡面 注意喔 現在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再有貼上了以後 欸 這邊是不是出現了 可以接受吧 出現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讀進來了 好 怎麼讀進來勒 你就是直接這樣 直接在這裡 好 直接這樣子就可以讀進來了 好這樣子DATA就讀進來了 這邊是不是就出現了 然後你可以按DATA 可以看看這個檔案 好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 你想要直接讀路徑可不可以 可以 它的 總路徑就是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它的總路徑 假如說我現在在文件TEST這裡 你的檔案這裡啊 按內容 這裡一定會有它的總路徑 它的位置 你今天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我故意把它換位置喔 我故意把它換到 我故意把它換到 好 你看這裡 我看內容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路徑 對不對 你也可以複製這段路徑 然後DATA 等於 我們再上一行好了 來 你把這裡改向 你也可以這樣子 好的 需要做一點是 你需要把這個斜線改成 就是 在R園裡面 這個路徑的斜線是這個方向 你要改成這個樣子 好 你這樣子也可以讀進來 你看我讀成DATA2 它也可以讀進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你試一下好不好 你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檔案讀不進來後面都不用彈啦 先給大家讀檔 好 都讀進來了 我們繼續啊 這個 那讀進來的這個class 是DataBrain 那我們可以 help.read.csv 我們help.read.csv 就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一堆參數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參數 來 header.true header.true的意思是什麼 這裡有寫 他說 header你可以下 true跟false 他說 所以你可以true跟false 那代表什麼是 我要不要把第一個raw 當作它的colour 當作它的colour nam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那個檔案是這樣子嘛 沒錯 好 fileencoding.cp950 代表的是 這一個檔案的encoding 是cp950 我有沒有講過 跟你們講過 encoding是什麼東西啊 我好像有講過吧 我在說什麼 立大於壁的時候啊 我的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說 這是一個文字的對照表 那是一個字典 encoding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電腦裡面儲存的時候 是 用64個零跟一 去記錄 這是個什麼字 那前面 假如說從第一個 從 從第一個字到 可能第500個字好了 可能全世界大家都共用的 因為那個電腦是 英美體系發明的東西嘛 所以他們的字母就填滿了前面 大家都一樣 可是 台灣人 發明的電腦 後面就要排中文啊 阿拉伯人發明的電腦 那邊就要排阿拉伯博文啊 你們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大家順序的不太一樣 後來過了很久以後 才大家要統一的啦 但是大家都統一了 我們的Windows電腦 你在不同國家買的Windows電腦 這個File Encoding就會不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Mac是一樣的喔 因為Mac比較晚發展啦 Mac每一台都一樣喔 所以說 我們的檔案是用什麼 encoding去產生的 這邊就有個File Encoding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File Encoding 我們再用個新的方式來看好了 這邊如果你開啟檔案 用記事本 好 這邊 檔案這邊有另存新檔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好多種 有什麼UTF啊 什麼之類的 這邊沒有很多種阿 就是 反正Windows 這個Default的這個文件格式 這個碼不是很多 這個編碼就是encoding的意思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實際上 實際上 encoding有非常多種阿 好 那我們把Data讀進來了以後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檔案讀取後阿 我們可以用Head這個函數 跟Summary這個函數 來看看我們Data大致的架構 注意這兩個函數喔 也 它不算是核心函數 就是你平常齁 你在做比較複雜的任務的時候 你不會用到它 可是它很方便 這樣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它平常解題的時候 不太可能會用到它 但是它可以拿來幫助我們 觀察我們的資料 所以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函數 好 很方便吧 我們可以知道說 喔我們有一些 我們的Data大概長什麼樣子 欸 這樣然後 這個 每一個Variable 它的 屬性大概是什麼樣子阿 最小值到最大值多少阿 什麼之類的 好 那 我想你應該 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阿 就是 欸這個 照道理 這份Data 它應該是 唯一的嘛 什麼叫唯一的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一個國小 有一個策戰 然後它可以得到一個 它可以得到一個數值嘛 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嘛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新榮國小重複啦 它是 這兩筆是 完全重複欸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到底要你們做什麼事 我希望你們找到 重複的資料有哪些 來 請檢查 School的這個欄位是否重複 那 你要怎麼去記錄它 是否重複呢 請 多創造一個欄位 多創造一個欄位 這件事會不會做阿 前面有交吧 前面不是有交嗎 用所以你可以直接加 就是 DataFrame本來就可以 直接增加一個欄位了嘛 對不對 在這裡 這裡 這裡可以直接加一個欄位嘛 對不對 可以吧 好 然後 請執行一個回圈 從欄位的第一個值開始檢查 從School開始檢查 什麼意思咧 來 你看第五個 你可以第五個 第五個是新榮國小對不對 可是你要檢查它跟前面有沒有重複 那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不是1到4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有沒有重複 沒有重複啊 對不對 我要怎麼判斷有沒有重複 我們要利用到一個新的 這不算函數 但這個也非常重要 這個算一個運算符號 %in% 這%in%的意思是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in%的意思是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右邊的數目可以很多 來你看 他說False 為什麼 因為新榮國小沒有出現在這裡 代表什麼 它是一個新的Data 對不對 那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6呢 1到5 欸 他就回答我True了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 這裡有新榮國小對不對 第六個Data 它又是新榮國小啊 所以新榮國小有出現在後面 所以%in%這個非常常用 這個運算子非常常用喔 你要記住它喔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就是%i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會發現其實核心程式碼 就是這一行碼 只是 我希望你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先產生一個欄位 對不對 然後去記錄它有沒有重複 就是記錄剛剛那個 True跟False嘛 有時候是True 有時候是False嘛 True就重複了對不對 第二個 欸 請你 使用一個迴圈 把這個一行包起來 然後去重複執行 好 這件事情是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 那 最開始 你現在要 首先大家可能會卡住啊 大家不知道從何下手啊 這個從今天 這一次以後開始的題目 你可能都會常常有這種感覺 就是 因為一下子你要組織太多函數 所以你就不太會 那實際上我們要先開一個新的欄位嘛 那我們怎麼開新欄 新欄位 我們不要叫repeat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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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True 的話代表有 所以我現在可以一個一個填進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的填法 我們我問一下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可不可以檢查 第一個不用檢查嘛 第一個絕對就是絕對就是沒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從 第二個開始檢查對不對 然後接著來下一步勒 第三個 檢查一到二對不對 好可是這個他出來的值是什麼 出來的值是 Force 啊 可以了解啊這個 Force 要填到哪裡去 這個 Force 要填到 他填到第二個裡面對不對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做紀錄啊就是 把這樣的一個運算結果 把它丟到這裡來 去做紀錄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同理 我們這邊是不是3 3好我們來現在的一個重點 反正就是6 6這個是有重複的嘛 你看我們在在做一次 我們在看我們的 Data 哎 6為什麼沒有重複 123 哦不因為這邊這邊忘了改 25 好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 Data 好這裡是不是被我填入處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需要先 把東西改成這個格式 你改成這個格式之後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i 你 i 其實可以 等於2嘛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這邊改 i i i 這裡 1 畫號 i-1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接著咧 3 3 4 5 6 那是不是就一氣呵成了 那接著最後 其實就是包成回圈嘛 對不對 好我先在那邊暫停一下 我再讓大家做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包回圈 好那我目前 如果要把回圈包起來的話 我想大家都已經完成了 你就是 for i i in 然後 2 到 nRAW 注意哦 請不要寫28 寫nRAW比較優雅 這樣你的 Data在增加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基本上你就完成了 好 應該照道理你會講到 找到這一筆也找到這一筆 好 這樣子 這個 就是 目前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就是 就算完成了 好不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從現在以後開始遇到的任務 都會比較 就 都不會是像什麼 九九成八表 菲波那奇書列 這種 這麼 這麼跟實際 應用無關的東西了 之後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很有關哦 就是 為什麼這些整理資料 你可能會覺得 我現在拿的範例資料 你也不知道整理要幹嘛 哎 我跟你們講 以後你們 你們 因為我們最後是要寫網頁嘛 對不對 我們的網頁 非常有可能要 collect 別 別人的網頁的資訊 那個東西叫爬蟲 就是 我現在就是負責把其他網頁 就是 呃 假如說 我現在做一個網頁 我要 去把NBA 那些什麼 勇士隊的東西拉過來 什麼東西拉過來對不對 那 你把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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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網頁資訊 拉過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 只想要留住關鍵資訊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爬蟲 就是 你把別人網頁的東西 把它爬下來 這個東西你就要需要 大量 因為每一個網頁 長得都不一樣 那你就需要大量的這種資料處理的能力 你才有可能把它整理成 格式化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現在跟你們講這個 目標是 為了要讓你們覺得 呃 之後的 可能 五六捷克不會那麼枯燥 好不好 就是 你們會覺得有點枯燥啦 但是 你們要知道這個能力很重要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呃 我們 我們其實啊 有一個函數叫 duplicate 他可以直接 他可以直接 把我們的 data裡面的 school 你看 他其實 直接出來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東西的對不對 我們剛剛回圈做了半天 其實就是 duplicate這個函數 好 可是你看 我不是直接教你們 duplicate對不對 我是教你們做回圈 因為 我希望你們學會的 不是 是去記說有100個 100個函數 或者200個函數 然後每一個東西都在做 就是可能 什麼函數就是做什麼事 什麼函數就是做什麼事 哦 我們不希望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希望你是 學會核心 函數的組合 這件事比較重要 duplicate其實也是用我剛剛那種方法做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哦 好 那 當然你學會了duplicate這個函數以後啊 那是很簡單的啦 你是 很容易你會發現他們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哎 這搞什麼鬼 好就是你可以直接找 你可以直接做duplicate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沒有問題 好這個這個我們來弄 然後 來 如果我們想要把重複的data刪掉 我們可以利用索引 我們可以利用索引 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現在看到了這裡跟這裡重複 那我們在清理資料的時候這個重複的資料就是要被我們刪除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刪除咧 我們可以做索引啊 還記不記得我們可以用true跟false來選擇我們要的 位置 我們在做向量的時候做這件事嘛對不對 一樣data frame一樣也可以用到向量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看哦 data 然後我們做索引 我們要索引的是 raw對不對 我們要刪的是raw 所以是豆點的左邊 data裡面的 duplicate 它等於等於 false的 要被我留下來 這樣子的話 你看我現在print這個 你看是不是 第六個raw 跟第27個raw是不是被我刪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叫它data.clean 它就是已經 它就是乾淨的檔案嘛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因為是duple1 我這邊應該是duplicate的 好不好 再一次 好這個clean 好 這樣是不是 就是一個乾淨的檔案了 所以我 把剛剛的 檔案 讀進來 去完重複之後 我要把它寫出去 那我怎麼寫出去呢 我需要用到write.csv把它寫出去 好 看到write.csv寫出去以後 我們在這裡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那個檔案啊 clean clean這個檔案 好 如果這個clean這個檔案 你現在寫出去了以後 你把它打開 哎 他怎麼會是用這種方式打開哦 我們用excel打開他好了 好 你發現你寫出去了 好 第一個 這個我不想要 我希望是這個樣子的 第二個 這個欄位我也不想要 這樣子才是跟剛剛一樣嘛對不對 我剛剛是長這樣啊 我剛剛是長這樣嘛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我寫出去的時候也跟剛剛一樣 只是 類似於我現在在excel上做這個操作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請你試著 把剛剛 我說的那兩個部分刪除掉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體 好不好 我們希望 你把列名稱丟掉 然後把 就是把那個duplicate的那個 那個東西也丟掉 這樣子我們寫出去的才是乾淨 這樣整個資料整理的流程那才是乾淨的嘛 對不對 可以嗎 啊 你可能需要用到help函數 去找出 write.csv 到底要怎麼去把那個 就是 滿足 假如說滿足這個列名稱不要 我們應該要試著去做看 好 我們給大家 我們 雖然已經快下課了 可是我們還是給大家5分鐘的時間試一下 好不好 好 你如果打help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邊有一個叫RAWNAMS的這個參數 然後它是說 你本來的default值 是true 那你把它改成false 當然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啊 你的write.csv這裡 你只要改成RAWNAMS FALSE 好 這樣其實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就可以把RAWNAM去掉 可是啊 它沒有辦法去欄位 它沒有辦法去那個 就是duplicate的這個欄位 它沒有辦法去這個欄位 那我要怎麼去這個欄位咧 那我要怎麼去這個欄位咧 哎 因為這不在 這個函數裡面 這不在這個函數裡面 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 其實你本來就可以去索引 這個 你本來就可以去做索引了對不對 Data frame本來就可以做索引啊 所以你應該是要 只寫出 第一個到第九個column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想我透過這一題 我其實 本來這一題是打算給大家做15分鐘 讓大家挫折挫折的啦 那為什麼我要給大家挫折挫折呢 因為啊 這個 你應該 因為你會很辛苦的找 這個 刪掉 duplicate這個欄位 找半天都找不到 你不肯找得到的 那我是要故意用這個方式啊 去告訴你們說 其實你們應該試著去 仔細思考 就是 說 不是說 寫程式不是在找 找參數 不是在找語法 是仔細想想自己本來會的東西 其實就應該有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這是我想要 我想要給你們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那我們想 我們今天大概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不好 那有一點 覺得有點Delay了 那我們就 有問題的話還是可以留下來 不然趕快去吃飯了 好 那就這樣子